另外再带你看到花莲市工作 运用国防部去年度地方的牧林计划经费 在国府里办理社区道路改善工程 总计是铺设了10条道路 改善长度达1200公尺 而市长魏嘉贤16号上午则是前往国府里视察 正在进行的改善道路工程 那么目前是已经完成了7条道路 预计在10月9日就会全部完成 市长魏嘉贤16号上午在监视客长许国成陪同下 前往国府里视察正在进行的道路改善工程 魏嘉贤感谢军方单药库对于地方回馈的牧林计划 而去年底曾与国府里民召开相关会议 而大多数的里民都建议希望能够针对路面重新铺设 市工所因此派员全区会刊 将破损年久失修的路面纳入急需改善的范围 那在这条路国府地区 我们过去也真的非常谢谢军方有一个 油弹药库的一个回归金的部分 在去年我们11月2月的时候 跟所有的里民来开相关的一个会议 在里民的建议之下 希望能够有一些路面能够重新铺设 所以今日我们在国府里这里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路面 或是破损的路面或是年久失修的路面 我们都来做相关的一个维护 那我们期盼给我们国府里的里民有一个安全的路 那其实在其他的部分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基础建设都在国府里这边来做相关的施作 那无非就希望说在这里的里民过去受了一些 呃 限高限建 还有一些弹药库的一些影响 造成一些我们生活的机能下降 希望藉由这样子一个功能 让整体的生活环境能够逐步的 跟我们市区能够做一个平衡 我们这一次是利用预算455万元的一个经费规模 来经由里民他们提出他们最需要急需改善的一些基础设施 那我们这一次是施作我们国府里地区十条道路的重新铺设 那目前我们已经只剩下三个三条道路在那个还未铺设完成 国防部每年核定补助500万元木林经费 作为国府里工艺支出以及基础设施改善之用 施工所这一次编列455万元预算 执行社区道路改善工程 互设了十条道路 改善长度长达1200公尺 目前已经完成了七条道路 预计在10月9号全部完成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